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郝一博 今天是新年廉价的最后一天 在这跟大家拜个晚年 新年一开始 台湾跟香港都发生了很严重的事 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身体健康 一切平安 顺利 回顾去年的老外节目 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我们采访了Duncan 采访了钢铁人 OK 其实那不是真的 我们甚至打给公安 问他们有关民众 拿中华民国国旗被抓的事 而在老外看台湾的部分 去年我们除了拍摄世界 该感谢台湾的七个理由 台湾的金石世界纪录 跟台湾的锦型冠军外 我们也做了凡克刚把习会 台湾纸牌物 跟总统大选的系列专题 也利用拍摄7-11 环岛短片的空档 拍了一些短片 这边的土壤 味道 我一起来看看 过年前 我们也上街采访了 不同国家的人 对台湾的不同看法 以及韩国人 对子余道歉事件的想法 在老外看中国 去年我们做了十大新门 天津大爆炸 暗黑料理 道歉机器人跟诡异辣箱馆 还有11种中国老百姓怎么对待贪官 今年我们除了继续分析中国重要时事外 另外还会制作跟文化有关的题材 可是其实今年一开始 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上礼拜 我们做了中国一周热门影片的第一集 里面包括这位小姐跌倒的画面 还帮她配了一个卡通的音乐 影片播出后 我们看到那位小姐接受访问的新闻 她说影片在网上疯传 她其实觉得蛮受伤的 我跟同事们看了以后 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之前美国篮球员 Sakir O'Neill 也曾经在节目里帅了一跤 后来除了网友改图外 他们自己也把这个画面 变成其中一个单元的小片头 我们的同事 对 就是上次做Star Wars预告 每做完那位 也从那得到灵感 重新做了这段影片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